整整20年 普京是终于死心了 莫斯科医院里的一席话 信息量巨大 中俄合作或将迎来2024年的开门 大家好 据俄媒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医院 探望特别军事行动中的伤员时 对这些在前线负伤的士兵们 说了一席话 其中有一句是格外引人注目 那就是西方尽快结束冲突 在我来看 普京此前的一番话更加重要 普京说乌克兰本身并不是俄罗斯的敌人 那些自古以来就想消灭俄罗斯的西方代表 才是俄罗斯的真正敌人 虽然他没有明说 但普京说的很显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以及美国在乌克兰扶持的新西方政府 对于现在的俄罗斯来说 能够明确自己的敌人 那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直到目前为止 越来越多的媒体政客 都在炒作普京的野心 是占领整个乌克兰 斯莲斯基就是其中的代表 他依靠这样的炒作来威胁西方 要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而普京的一席话 在明确了俄罗斯的敌人的同时 也明确了俄罗斯的道路 在当今动荡的世界格局中 明确自身的发展道路和目标 对一个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样才能保证在大国博弈中 不会迷失方向 菲律宾就是一个很好的反例 因为政治原因 导致菲律宾的政府在对华态度上 经常出现180度的转弯变化 住特尔特时期中非关系稳中向好 但是到了小马克思政府期间 中非关系急转直下 尤其原因就在于 他们这些领导人在制定国家发展目标的时候 其出发点不是本国的利益 而是自己的利益 自俄罗冲突爆发之后 俄罗斯总统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政府 越来越重视人民和民族的重要性 抛开政治目的不谈 这样的举动很显然是把人民高高举起了 普京把人民放在首位 那就意味着发展将是俄罗斯的首要目的 这进一步说明了 俄罗斯将改变咄咄逼人的外交面貌 尽量避免对抗 而以战争起家 以人民为筹码的美国 或许永远想不明白 这是一条怎样的道路 这也是普京20年来的智慧所在 他终于死心了 不再把西方当成俄罗斯的出路 而是把俄罗斯人民的幸福当成俄罗斯的出路 这无一是一种拨乱反正 而为了人民幸福的发展道路 和我们中国的发展道路不谋而合 说明什么呢 说明中俄合作日同道合 在新年一史 普京释放出这样的信息 这本质上是从国家战略发展层面 确定了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 很显然 中国合作迎来了开门红 而今年对于俄罗斯和我们中国来说 都是重要的一年 俄务冲突持续至今 俄罗斯虽然取得了战略主动权 但是自身付出的代价也很沉重 普京看望的莫斯科医院只是一个缩影 这场战争埋下的隐患不少 如果不加以约束 那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尽快以俄罗斯满意的方式 结束冲突 是普京的首要任务 除了这些呢 突破美国的外交 金融 军火市场封锁 也都是俄罗斯要面对的问题 有了我们中国的帮助 俄罗斯至少能少走十年的弯路 而对于我们中国 台独势力日渐猖獗 菲律宾顶峰作案 台海 南海 波涛汹涌 这背后也都少不了美国的支持 很显然中美博弈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 很多矛盾已经激化到了爆发的边缘 有些问题呢 不得不解决了 所以 无论是明面上 还是背地里 中国合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在我来看 中国合作的最大意义 就在于 将世界从对抗 拉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 要用最小的代价 化解美国 衰败所带来的动荡 好 各位 我们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 by bwd6